刚接触AVOR时 见到不断联系的使徒 以为他们只是亏断地球的怪兽 并不知晓背后还有如此庞大的世界观 使徒作为AVOR的经典元素 背后有着圣经之职 助了每位使徒不同能力和特性 理论上来说 每位使徒都有着他们所擅长的能力 因此 万而也是中和他们的能力进行评述 排名五 逆天使 就直观战力来说 逆天使绝对是所有使徒中最强的 轻松击败零号机 在新制造版破中 连二号机的数化形态都败下正乃 落得被肢解下场 面对愤怒的真实 逆天使也能够硬刚出号机 直至对方将低点耗尽 如若不是出号机的暴走 AVOR可能会提前完结 出号机的出号机 出号机到转发 出号机资源 出号机去 排名四 主薰 TV版中薰是拥有亚当灵魂的存在 可以理解为亚当的人间体 对于所有A网都能够操控自如 甚至能够自主调节同步率 但是不管是在TV版还是在新剧场版 薰都败给了人类 他的行为其实都在电视连的印象之中 甚至成为了他计划的遗环 排名三 妮妮 其实人类本身也是使徒 而且是吃了智慧果实的使徒 因此 妮妮在发现真相后 也觉得十分讽刺 原来自己一直抗争的使徒 就是人类的兄弟 是人类的其他存在形式 当然 过去智慧果实后的人类 综合能力还是要优于其他使徒 不仅成功抵御了他们的侵袭 还研制出了A网 甚至连亚当的人间体都败在人类手上 排名二 初号集 重的A网中唯一一台尼尼斯的复制品 更是赋予了真实母亲的完整灵魂 暴走之后的A网几乎是无敌的 灵天使 随天使 在初号集面前不堪一击 暴走状态下的初号集 也被称作接近神的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排名一 亚当与丽丽丽丝 一切生命的喜源 如若说暴走初号集 滴滴神之境界 那完整体的亚当和丽丽丝 就是真的神之领域 丽丽丝觉醒之时 会伴随着巨大的灾难发生 生命也将回归丽丽丽丝本体 作为一个整体存在 当然 作为神之子的真似 却是能够保持完整状态 与真似一起的 还有被她选中的明日香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喜欢惠儿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关注 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